欢送祝德代表陈华玉现任返台 祝德代表处在柏林举办了席别酒会 有超过300位贵宾与会 陈华玉特别感谢各界这三年来对他的支持 特别是侨胞无私的奉献让他永远难忘 大家也相约未来台湾再相见 德国的政商学界、侨胞及各国使节 井然有序的排队 上即将现任返台的祝德代表陈华玉道别 这场由祝德代表处举办的席别酒会 虽然正值暑假仍有超过300人运会 显现出陈华玉代表三年来的外交工作成果 陈华玉感谢德国各界 在台湾外交处境艰难的状况下 给予许多实质的支持 这三年来他完成签署台德受行人移交协议 加强台德教育合作 签署台德药品与医疗细材合作联合宣言等 同时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新任的祝德代表谢志伟 我要感谢各位亲爱的草包朋友 有些年到而来 今天来参加这个祝德代表处的齐别酒会 我非常感谢各位 这些年来支持我们祝德代表处的工作 也希望大家未来继续支持祝德代表处 支持谢大使 也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政府 我们台北线 许多德国主流政要都出席了这场西别会 并重申支持民主法治的精神 希望未来台德能有更多实质的外交合作 让双方互惠 陈华裕卸下祝德代表一职后 将反台接任外交部领务局长 台湾宏观电视陈思宏 德国柏林 台湾报导 台湾报导